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朝鲜这个事我觉得挺受教义的 我才知道就是这个朝鲜现在宣布废除这个停战协定 不是第一次了 何连连说他前面已经废除过两次 这已经第三次了 而且他说这个停战协定实际很有意思 今天看起来它有一定的荒诞性 因为当年打仗 要不说我就说这朝鲜虽然是这个什么小兄弟 这个也是这个为人 你说仗志愿军起了很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他们不怎么提的 你知道吗 这咱都知道 好 这个当年何亮亮就是讲 他这个停战协定不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 他是军方 几方军队之间签订停战协定 你看联合国军这个朝鲜的军队和这个中方 中方也签订的 他是几方军队签订的 他并不是几国 而这个签订的签的这个这个约的这几方啊 现在的这个阵营和态度啊 又有所变化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 他是一波的 跟你这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韩的这个军签 可是现在形成的是这边有一个好像跟那边 又成了一个联合国的这么一个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那个协议他是具有合法性的呀 所以他现在单方面的退出 那实际上要我们看的话还是挺不道义的 不是的 废除不了的 联合国的发言人说 废除条约必须几方一起废除 不能单方面废除的 因为签是几方一起签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进入 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呢 这个条约依然生效 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废除的 就好像最简单的比方说 你俩人俩人离婚 你不能单方面说我离了 但对方没表态你离了 你不自己乐吗 你不自己开玩笑吗 对不对 小天你对朝鲜有感情吗 我对朝鲜啊 有 我去过那个丹东 就是挺近的 然后看到好多朝鲜人 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会觉得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 他这个单方面的退出 他这个事情好像就他们来看 那就是顾及重演 但是呢 你要对其他国家的话 站在其他国家的立场来看 现在的朝鲜 和以前的朝鲜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是有这个核实力的 就前不久 他又是火箭发射 又是地下核实 都成功了 那对他自己来讲 他觉得 我是有底牌了 我是可以跟你们那个叫板了 实际上他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叫板 也就是再一次的 是不是他就是为了 要美国跟他直接谈判 其实还是 对 他那个核武器 你想所以说 中国人我觉得 有很朴素的情感 就是说 当年咱们是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回事 所以看见这个 中国这个网友啊 就编这个段子 就说这个 小弟跟那个大哥 就说 说大哥 我也有核武器了 大哥说低调 小弟说 那行 我低调 以后他们谁要欺负我大哥 还是你放 喝了大哥说 那不行 你自己都有了 为什么让我放啊 然后小弟就说了 说我那核武器 是吧 这个距离比较近 准头不强 也受不远 只够打到大哥 年代地界 受班旗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从这个朝鲜 这一次这个事情 我觉得国家也好 个人也好 真的 所有的叫嚣 其实都是因为恐惧 他不是在恐吓 他是因为自己怕呀 这朝鲜 因为他觉得 哎呀 这个世界上又要制裁他了 然后那个像美军 在韩国 驻军也没走 然后中国现在 也不怎么帮他了 那还怎么办 那还就只能是 用这一招 这个恐吓 讹诈 要挟 但最后都是愚蠢和短见 不可能的 只能是自己 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对啊 他如果这一次 真的是动真格 那就是叫suicide 自杀式的 哎 你看 小田你在外电上 看见什么外国人的评论吗 挺多的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一个英国外交家 他说的 他说不管这些 我们这些其他西方国家 怎么去制裁 你比不上中国 给他断暖一天来的实在 因为他现在供暖都是靠中国 石油也是靠中国 实际上中国现在 虽然说是同意对他制裁啊 但是也还是有节制的 比如说 现在制裁就是奢侈品嘛 就不进LV嘛 对不对 五样这个金融制裁 飞机船的制裁 还有这个奢侈品制裁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 外交领域的制裁什么的 就是这些 伤不到他的筋骨 动不到他的实际的 但是就是那个金融制裁 来得有一点 所以说现在就说 他在外边在国外 有什么数十亿美金的这个 这个账户 对对对 但是就说 这个是以私人名义 存的账户 然后说 你如果说是西方人 要动这个 可能中国对此就有保留 所以中国他说的 这个可能是 中国是有节制的 中国有节制 但除了国家外交上 这当然其实不用我们操心了 我相信外交上 我们会弄得很策略 对中国老百姓的感情上 这次是有一点 有点奇怪 就是第一次我看到 中国老百姓 就对北朝鲜觉得有点 就有这么一种抱怨情绪 以前我觉得中国人 对北朝鲜 骨子里还是觉得是朋友的 还是觉得是朋友的 而且你知道 我还听见一个挺奇怪的 这个说法 就是说 咱没有研究过这个历史啊 他们讲 就说朝鲜 实际上为什么 一直跟这个韩国呀 这样 就他种族上 实际他是瞧不起的 就是朝鲜 他们不是一族吗 就就说了 说这个朝鲜当年呢 是高高利 是高利 就感觉是 是比较高等的一个种族 在他们的这个血统里讲 就朝鲜人自己觉得 他们那个地方 国王那个时候在平壤嘛 你知道吗 有可能 他实际他始终觉得 我在你上头 所以你们这一些南方人 长什么模样的跟我混 好像有点 哪怕是现在在韩国啊 他们北方的像这个汉城啊 首尔什么的 他们对那个南方的一些城市 包括什么福山 应该都是比较发达的城市 都还是多少 有一点优越感的 但是呢 你要真的看新闻 那有时候 你真的只能 不能把它当真 因为这几天 他们的那个年轻的 这个很时髦头发的 这个元首啊 到一个岛上视察 已经说战争随时会爆发 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 你说啊 我们瞎说一句啊 假如他们现在发动战争 或者出现战争 那美军韩国军队 如果又像上一次那样 麦克阿瑟那样 打快打到加路 压路江边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中国人怎么办 就我们当初是出 志愿军的那个时候 你要不出 朝鲜人为民主共和国 就没了 徐老师 我我认为 就是说你这种思维 很生动的说明了你的年龄 你这个战争思维 都是冷战 多少年前的 今天的战争打起来 你以为还像当年 那个抗美援朝那么大吗 什么李承晚和麦克阿瑟 这一路一路打到压路江边 今天都是 就是立体化 作战 不一定是核打击啊 多种打击方式了 这种精确打击 一定范围内的作战 想怎么样的打击吧 就是如果打到北朝鲜 就快完的时候 那中国怎么办 所以这我们当然瞎操心了 这种事不关我们什么事了 但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办 所以事情 会怎么办吗 我经常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有必要 现在去担心这个吗 也有可能是我无知啊 想的太简单 但是我真的会觉得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我童年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吧 有过一个梦魇 你知道吗 就是很奇怪 就是那天传来两个消息 一个是我妈妈检查 得了这个心脏病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打越南 中越自卫反击战 那时候在上小学啊 一个莫名其妙 我一夜没有睡 因为你知道我在担心啊 就是自卫反击战 越南把中国占领了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的很多猜测 有点像童年的这种 就是说 我小时候有过 这么一个梦魇 吓得我呀 就觉得我 我说那怎么办呢 这是打不过 我当时就认为打不过 但凭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要没有很多人 像我这样傻乎乎呢 军情观察室的收视率 怎么会这么高呢 感觉就没换成 但是就是说 不管风云 对不对 咱们能够问他 这个收视率 是开玩笑的 所以不管风云 我们从小是下陆军旗 长大的 你知道吗 不管形式怎么变换 我听到家药 依然亢奋 马上就要开打了 不会直到世界大战 末日那一天 只要我们在化妆室 看到家药还笑嘻嘻的 我们就放心吧 我昨天在电视上 看一个那个电影 叫2012 你知道我觉得家药 没准是那个 最后的那个报道的 你记得2012上 有个小子在那里说 我看到了人类的最后一天 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想起董家药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咱们就再跟小天关心一下 国际 最近你觉得还有什么国际新闻 挺有意思 像那个马岛的投票 这事我不知道 为什么投票 你知道你刚刚还在说呢 不就是那个马岛 也就是英国的这个福克兰群岛 那个不是一直有争议吗 实际上它的争议是怎么回事 那个岛它的发现 好像一开始是被西班牙 还是什么 反正西班牙 法国 英国 都去搜索过 都是这个主张过 它的这个主权问题 但是后来呢 这个阿根廷跟英国 他们是怎么样子 就交集进来了呢 是阿根廷说 我们这个脱离西班牙独立了 所以说这个岛应该是我们的 但是英国说 我们是先在那里 这个伸张有主权的 他们应该是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就在那个岛上 去袭击过那个德军 所以说把那个作为过军事基地 所以说呢 他们觉得是英国的 所以说就争 那么最近呢 是英国他们就说 那好吧 我们就尊重那个岛民的意愿 我们发起这个公投 那么公投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岛啊 早就被英国殖民了 都是英国的人 虽然说他比这个阿根廷特别近 离这个英国坐飞机 要十几个十八个小时 但是呢 上面全是英国人 而且这次公投 他还要求说 只有持英国护照的人 才可以投票 所以说 而且这个岛上 应该是有将近三千人 其中有一千多人啊 是那个英国驻岛的士兵 一共只有三千人 你说对 所以最后是 英国是民主 对 只有三校是反对 然后现在呢 就是什么呢 英国他们就这个 很得意啊 说你看我们尊重 岛民的意愿 他们都愿意成为 这个英国的土地 这个是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的一个政绩 他当初是冒了 美国反对的这个压力 排军舰过去打败了 那个阿根廷 这个最荒唐的是 安倍晋三以这个东西来举例子 讲钓鱼岛 是吗 对 因为钓鱼岛地理上 离台湾很近吧 离冲绳很远嘛 所以从地理上看 你更不要讲海沟的问题 就从地理上来讲 钓鱼岛自然是属于 至少是属于台湾 台湾当然是属于中国 这样的意思 那么他就举出这个 富马群岛的例子 意思说 你看他离英国这么远 照样英国可以占有他 这个安倍晋三 当然这是胡说八道了 我们一半一下 还有呢 教宗选举呢 关心没有 教宗选举 教宗选举我关心了 这个教宗选举啊 我关心的是 他开会啊 他们现在闭门会议 是在哪啊 是咱们去过的 这个教堂 西斯廷那个教堂 这天上是 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 旁边末日审判 都是米开朗基罗 没想到就在 那个里边进行 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我看西方 那个朋友都在问嘛 到底是为什么 上个教宗 他为什么 就算辞职啊 还是算什么 几百年没有过 对 是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 年事已高 精力不支 但是呢 外界 说法很多 一个呢 就是说 他的压力太大了 因为在过去三年 有上千宗这个 地区的一些主教啊 他们的这个 鸾同事件 那么这个作为教宗啊 他的态度太暧昧了 甚至他们什么 最后他是默许了 这些地方的教主啊 他是付这个封口费 不要去起诉他们 就做这种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 更致命的 就是什么 这个梵蒂康银行啊 他们涉嫌洗钱 是 梵蒂康 他有一个银行 银行 他董事会 实际上就是这些书籍主教们 董事长 就是这个教宗 实际上是这样 那么是在 应该是在两年前 意大利不论这个 欧元区的这些边缘国家啊 这个濒临崩溃 那么他的其中一个银行 要被另外一个 意大利银行收购 那么中间呢 就过了一次手 过这个西班牙的 桑滩的这个银行 但是这个银行 他有很大一部分 这个股权 就是这个梵蒂康银行的 整个这个案件 是涉及了30亿欧元 对 我听到的是后一种理由 就说他呀 他管不了 你说这梵蒂康银行 他得多少钱呢 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一共只有700人 但是钱是不得了 他在历史上 翻了一次最大的绰号 也是跟钱有关 你知道不是新教 那个路 那个这个路德 这个这个宗教改革 当初直接的起因是什么 直接的起因 就是那个梵蒂康 天主教教廷啊 缺钱 为了修房子 缺钱 发赎罪卷 对 你知道他就 这个这个好玩啊 他发一种卷 就是说你买了这种卷 他上面就许诺你 敬天堂 许诺你这辈子做的事情 什么强奸啊 贪污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 想买的这种卷 这种卷真像是 梵蒂康银行发行 结果当初真的有很多信徒啊 就花巨资去买这些卷 他这个卷的收入啊 你仔细想想在象征意义上 很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最神圣的机构发赎罪卷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德国 这个整个北欧这一代 就是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太腐败了 太不像话了 就是新教 新教就此崛起 就是因为反赎罪卷 但是当时实际上 还是跟钱有关 有个问题就是 当时的这个罗马教庭 梵蒂康也就是说 他们是对这个圣经 他们唯一的一个这个宗教读本 是垄断了这个解释权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圣经 是用拉丁文写的 但路德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翻译成德文 就让老百姓看 但是现在这一次 这个教宗他这个事情 又是各种匪文啊 什么的又出来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外界啊 就开始说 这个事情啊 就说这个教宗啊 这种传统 要么我们研习他 而且这种研习的话呢 必须是真正的 这个复古的研习 他们就主张啊 这个教庭他的语言 都要回到拉丁语 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真意 这个做不到 现在这个做不到 这个整个 只有教皇本人能做到 他懂识门语言 他是个语言天才 对 而且就是之前 从来没有过超过三天的 好像都是三天会 就现在已经一天过去了 对不对 超过三天 已经有过三年的 是吗 对 这个选举 所以他为什么 对对对 他现在这个选举 为什么叫 叫 就是把他们关起来 对对 不要让你们拖沓 赶紧选选出来 对 就是冒黑烟 就表示没选出来嘛 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冒着黑烟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厚重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见商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是午下午 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哎呀 小的我都忘了说什么了 哎 为什么那个什么 教皇啊 我觉得温家宝总理 就是曾经关心过 这跨越的 上亿民工的这个性能量的这个问题 我呢 也学他 我关心一下 无数这个神父啊 教主 这个 性苦问 这些啊 他们的这个性能量的问题 哎 为什么看我呢 你刚才讲的多吗 这方面 哎 这个 他不是教宗 他这次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各地的这个 他们该叫神父 还是叫 他们叫神父 叫神父 天主教叫神父 神父吧 那个叫牧师 神父鸾同的这种事 哎 这个小条 您有解释吗 没有 我给您讲个故事啊 这个呢 这个 首先我要说这是假的啊 但是呢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这个谣言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是到那个梵蒂岗 我不知道上次你去博物馆没有 你会看见一个石凳 这石凳上面有一个洞 哎 他们就有传言说这个石凳是拿来干嘛的 就现在还用 现在也有一个类似的石凳啊 就是教宗选出来以后啊 要做性别检查 看他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这样一个传说 但是呢官方他们是不断的这个辟谣 但欧洲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这个中间有个洞就能知道性别呢 有人去看吗 那就 就他要做的 姿势要做的很好 医生很辛苦啊 这样 我比较关心具体 他在里边要脱光了 然后坐在这个凳子 底下洞 洞 洞 洞察天机 我以为是神父们做了多少年把他坐穿了 我们这些人 我好好讲 你们将来就上不了天堂了 这样 我们是佛教 为什么呢 不是我很严肃的讲这个故事啊 对对对对 因为呢 就在过去啊 就有过一个叫做那个 普普中 约翰 主教约翰 那个教宗约翰 后来才发现啊 他是普普中 为什么呢 你知道那个啊 有个电影 就是女教皇 对对对 有这样一个故事 原来是个女的 对 这是这是假的吧 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就他好像就当着 当教宗啊 有一天啊 突然生了一个孩子 就把大家吓了一跳 那将来历史上 会不会渐渐渐渐 也会允许有女的可以做教组 对不对 这个啊 因为梵蒂冈 他不受这个意大利的法律的控制 如果哪一天真的是 这个意大利把他收了的话 那他没办法 只能是这个 去除他现在这个性别歧视 他现在是规定一定是 一定要要洞察天际 这个我觉得这个 好像欧洲啊 他们也有很多探讨 为什么这些神父 这么爱轮同呢 而且是这么大面积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他们怎么 我觉得怎么 他们应该比我高上 所以你 很难道是什么 太多了 我再次玩了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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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